大家好,我是十四期的学员,名叫孙秀萍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呢,我确实感觉到上大课的必要性了 在这几天学习里,我收获了很多 我把这几天的收获来分享给大家 从身体的排毒方面,每天喝柯子粉,碧麻油 苦见,感觉到身体特别的轻松一些 从精神状态来说,每天接受大师的打险与点话 虽然睡眠少了,吃的也少了 但是呢,精神状态才比以前强几百倍 特别的精神,一次的困意都没有 一丝的恶意也没有 从瑜伽的方面来说,身体也变得柔软一些了 能量足足吧 还有做普加 每天早晨做普加 能够与大师更好地去链接 在显化方面呢,不可能的事情也变得可能了 举例来说吧,就是说 在金粉的显化 意念一物 体重的变化 分量还有长短 在这次学习中都得以了实现 所以没有不可能 在大师这里面,没有不可能 要保持自己的鲜活 以前开始有些练床 现在也早早的起来了 保持愉快的心情去工作 身体是大脑的 是大脑创建的 经常与大师链接 把大师搭成朋友 父亲 母亲 兄弟姐妹 放下一切 和大师更好地去链接 更好地去交流 去交信的 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 从自己的疗愈方面呢 也增进了许多 原来我是近视眼 看不清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愈 我觉得视力比以前真的提高了 嗯,还有给别人的疗愈方面呢 对方也有反应 嗯,丰富他人 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喜悦 还有我的子宫肌瘤 真的比以前小了一半了 我还在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向大师靠拢 臣服于大师 与大师合一 创造更多的奇迹 咱们一起来学习吧 真的会收获满满的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